大家好 我是菲小姐 本节目由互帮金扣和福帮人收藏住 蔡总又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事情 我就跟她说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事情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讲 那实在是太有趣了 因为呢 刚刚蔡总在上一段跟我们讲说 原来她也曾经有过339 天啊你居然有跑339 然后我以为那个是跑多少码 你说那是前十码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你一出来说 很便宜这样就对了 对啊对啊 没问题 后面就越跑越慢 但是应该是越跑越欢乐 对不对 对对对 没有错 这样才可以越跑越长 然后她刚才跟我讲一个惊人的 说你之前的50公里是跑4小时 4小时02 完全超越马拉松的成绩 所以朋友啊 你们大家如果现在看到蔡总 然后跑不管是4小时半 5小时或5小时多 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个阿伯只能跑这样而已 我说年轻人 你们不要以为他只能跑这样 人家你也是很勉强的 只是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对对对 现在目前追求的就不一样了 好就是跟大家欢乐 还有那种什么 那个同队的情谊 然后我们刚刚有聊到说 他在那个花东中古176 发生了很多 他说他跑22小时多 可是事实上成绩还可以更好 但是为了队友 所以你才放慢了自己的速度 你的队友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是刚好冰格 冰格跑到最后 跑到最后好像2、30公里 剩最后2、30公里 我就一直叫他说 我今天陪你跑 我们两个跑到跑完 两个就一起跑 你的状况还很好 那时候我真的很好 那时候状况最好的是 我就说我陪你跑 那个时间那个旗次那个不重要 我们只要把对的完成力高一点 这样就好了 对那一次你们都完成 结果我就叫他说 你跟着我跑就对了 结果我看到他 很好玩 我到现在还回想起来 都觉得很好笑 他看到路边的树叶 就想说 哎哟 我这个树叶 我要摘回家 我晚上要来煎蛋给伯爷吃 我说伯爷听着 一定会很感动 现在回来又糟糕 再来看到有什么东西 我记不过什么 他说 所以我等下 伯爷就要摘回家 伯爷又要来煮好吃 来跟伯爷吃一下 伯爷就是小莲啦 哈哈哈 啊 结果就这样 韵透韵透 因为 他那个时候是已经跑到 那个患散了是不是 对有时候跑到 那个精神好像都不大集中了 嗯 啊 因为那个到最后 旁边的水果都蛮深的 我就怕他跑到 越跑越歪哦 就一直在把他拉回来 哈哈哈 他那时候他跑完哦 他也不知道 他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 他竟然都不知道耶 哦 真的是太好笑 所以你是为了他 然后你就感觉 所以你的22小时 其实是因为后面都在陪他 对对对 可是 蔡总你讲这个我相信 因为我听说 你看我们两个那时候 拥抱的时候 你看 那时候你看我精神多好 你真的好到不行 对啊 然后我记得 你是不是也有去 你有没有参加过西大七日赛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我有听说 他们那种 比如说西大七日赛 然后或者是什么赛 我忘记 他们说 有时候你要正向绕圈 或者是逆向绕圈 说跑到最后会 因为超马嘛 对对对 有时候精神会患散 然后就 不小心就会跟人家 方向就会搞错 对 然后就会类似这样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有朋友在旁边 对 我觉得这个 不管你是跑马拉松也好 是超马也好 就是 那个 那个大家相互扶持的 那个情谊 其实也很感染 所以同队的情谊 像我们百姓 就是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们李董 他常常讲 我们不要跑多快 反正 我们出去 有完成 能快的话 当然就尽量快 所以你看我们李董 你看 他跑越长越厉害 李董也是超厉害 而且 好像是去年开始 可是你们最近好几场超马 都丢下他一个人 他自己在跑 对不对 对对对 好像那个开广杯 你们后来全部人都落跑 会啦 下一次会啊 今年三场你们都没有报 我知道 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 哪三场 就是六小时啊 有啊有啊 你有报吗 我要报台中场啊 台中场啊 你没有报台北场 台北场你们去跑那个 眼盲的那个大湖山庄 还是火烧岛 火烧岛是高雄 我跑火烧岛 台北的 跑那个对对对 你说的那个 那个肖万成大哥 对对对对 那个也是很有意义啦 对 没有那个 因为我们队长 就是说对 肖大哥欠太多了啦 我们队长有答应他 那一场要来当志工 哦 所以队长会上来就对了 那我们就那个 完全在摇摇 在台北的不同的地方 然后互相都当志工 我也会去当志工这样子 对啊 那你这样子的话 像最近有一场赛事 那个什么内动的 那个越野的 你就比较少跑 嗯 你也知道啊 我们这个至少要42点一球 不然你看 一趟来 你看要花多少钱 也是啦 也是啦 虽然在台北 我们有地方可以住啊 嗯 但是你看这个 钱也是 也是也是 因为蔡总就这么省的人 我现在才终于知道 没有 而且也是难得 刚好这段期间没有 不然你看 一年 我跑四只机场 你看 几乎 快每个礼拜都不在家 那我问你 那你国外的赛事 或者是台湾的赛事 其实你真正跑过的 还有那种什么 最难忘的 最风光的 那个赛事吗 最风光的 我就是到那个 沙罗马府啊 那个我可以跑到 十小时多而已 真的还讲 一百公里哦 对啊 十小时多 对啊 我实在是 我今天要对你这个 树然起敬 完全不想说 其实 哦对 你这样子讲 我想起来 他们都说你是妖怪 小莲最常讲的 就说你哦 他说 不要看蔡总这个样子 其实蔡总是那个 假设现在 因为你现在都是中后断斑嘛 可是其实你是那个加速的 那个后劲的 后劲是十足的这样子 所以他说你是妖怪 而且你没有所谓的恢复力的问题 这个也都是要平常累积起来的啦 对啦 所以你的肌力什么各方面都很OK 对 没有错 但是也是要保养 也是要保养 但是我不久前才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我本来想说 你每天都跟小莲一样 跑两个小时 后来小莲上次才跟我爆料说 哎哟你都被骗了 我记得小莲好像是在葡萄嘛 还是哪一场跟我说 蔡总哦 这个暑假哦 懒得要命啊 每天都只有跑五公里啦 没有 都说三公里 没有 没那么多三公里而已 最近最近很进步了 听说你最近进步了 都要凑到两位数起跳 对对对对 而且早上跑下午也跑 哦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又开始认真起来了 我觉得说差太多了啊 然后又很容易喘啊 可能是胖了啊 容易 很容易喘 我觉得这样也不大好 因为加上我本来 我在跟你说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跑步 我以前 讲这个应该没关系啦 我以前差不多四五天 才上一次大号 当然想没问题 而且每次上大号 都好像羊妹妹的那一种这样而已 四五天这样 我常讲啊 我常讲说 哦我上车的时候 上了老半天 羊大便两颗 对啊 我常这样 啊我差不多四五天 就只有这样而已哦 啊自从跑步以后 我现在都都很正常 一天都两次 真的吗 可是我 还是我因为跑太少 所以我没有改善 可能是这样 好 所以蔡总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跑像你这样 天天跑 我才会那么 鼓励大家出来跑步 就是这个原因 啊你也知道啊 像我那时候 那个真的 那个都是不正常 那个很容易得那一种 所以你是不是因为 因为蔡总的工作是中钢嘛 那你是算营业部 对不对 是是 讲到这个 我就很想说 我当年出来跑新闻的时候 然后我的第一份 这个证券 我是在自由时报 我就是跑钢铁 然后我就对中钢印象 那时候我们两个 怎么没有在那个时候认识呢 对啊 我七十年就进去了 对啊 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中钢其实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 非常热情 因为南部嘛 对对对 非常热情的公司 然后不只公安部的人 就是可能还会 搞不好也有营业部的人 我不知道 对对对 后就是 一个很大方啦 然后就是 那个 喝酒也喝凶啦 然后什么东西这样子 但是就是很热情这样子 所以你是不是因为以前 你的应酬也比较多 因为我们都盛传说 钢铁跟银件 是最会喝酒的两个产业 没有没有 我们的应酬本来就比较少 因为大部分也都是跟一些朋友啊什么哈 这样吃吃喝喝这样而已 现在已经尽量 现在到这个年纪了 还是不要这样 还是越吃越清淡比较好 你有越吃越清淡吗 他们说你对甜食完全无法抗拒 哦没有错 真的 但是最近有在节制 而且听说你最近呢 好像是前两天吧 据说还有稍微标一下 对不对 去标一下 好像是这样 就是反正爱吃嘛 像小脸最常讲一句话就是 他说他也不太想忌口 可是就是为了人生 你可以享受美食 就是多跑一点 对啊 所以我最近就比较认真在跑啊 不然马上中秋节又要到了 哈哈哈哈 原来你现在跑是为了腾出中秋节 吃那个月饼的空间 对啊 不然你看那个热量多大 然后你前阵子那个端午节 有没有吃很多粽子 嗯 我有节制 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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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夏天其实马拉松相对比较少 但是今年好像比较幸福 今年都没有断层 这样讲 我想起来去年七月菜总就哀哀叫说 都没有赛事 都没有赛事 然后后来有新冠嘛 然后你就八月没有赛事 你就自己办了一个什么团练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你是没有赛事 可以跑那个 踩着很长 没有 有时候真的没有赛事 我就觉得 在家 礼拜天又礼拜天 日子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你六日几乎都在外面 那你家人都 有没有陪你出来跑 我太太以前曾经有 但是她说出来太无聊 他没有跟着你一起这样子 他们有讲一句话 就是 大家都讲说 如果 台湾的马拉松 没有像菜总这种 骁人 就是你们就是一直在推广跑步 然后他也不会像今天这么蓬勃发展 而且你这样的魅力 你会让很多很多 比如说不管什么年龄层的人 几岁的也好 然后大家都会受到你的感染 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跑步没有那么难 就会来参加 对 我会将我自己的那个亲身体验 我以前那个学校体育课什么 搞不好都是倒数最后几名 结果现在那些朋友 他也很纳闷说 我现在怎么可能去跑马拉松 这样 还不止马拉松 还超级马拉松 什么都跑过这样子 那菜总有没有去想过说 像你现在两百六十几 你有什么计划 我知道你好像在你的三百场马拉松 有一些计划 这个要讲吗 可以先讲 希望 希望这个可以实现 我们可能意计在明年的观山 一百公里的 我跑三十马 我们李董跑两百马 你跑三十马 三百马 我跑三百马 我们李董跑两百马 我们要到三地 找一些比较弱势团体 这个都已经跟我们李董讲好了 我们李董认为说这个很好 群群由我去处理 所以你想要结合一些公益的事情 我觉得这好有意义 可是你要挑一百公里跑三百马 那我们其他人怎么办 你们可以在最后一两公里边跑 所以你这是要逼我说 跑五十公里的 我以为你说你要逼我说 小鱼这辈子如果没有来跑个一百公里 是不是会有遗憾 没有 像你我不会勉强你 你这样子可以的话 五十公里的来 好 五十公里可以啊 我跑过五十公里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然后现在我知道蔡总真的超级热心 我觉得每次蔡总都跟我说 小鱼你一定要去帮谁 然后你要去哪一场 然后你要怎么样子都会这样讲 然后现在他就不断的告诉我 今年有一场赛事 然后你就一直在替他宣传 那不是你们班的啊 为什么你会替他宣传 就是李董嘛 因为我们跟李董方教练 还有他们会一个会少 我们大家私交已经好到很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极力在帮他们 好 来为这场赛事 来做宣传 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捧场 他还没有开放报名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近期可能就会开放 我有听到几个人讲过说 比如说那个老米大哥啊 对不对 然后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离港嘛真的很热气 然后就说你如果飞跑不可的 他们就离港 那到底他的特色是在哪里 他也不是山路嘛 他是平路 你要破纪录的话也可以 他都是平路 对 但是就是他们已经办 第一次办了 就是口碑太好了 然后大家跑友 塞爆了他们香港的那个 那个乡长的那个信箱 乡长的信箱 所以他们乡长就 哇就很高兴了 说再继续办这样 可是10月21号感觉 屏东的太阳应该还是很毒辣 对不对 很毒辣没关系 他就是以这种热情 要来招待大家 就是这样 而且绝对不会让 跑友失望的 我想问一下蔡总 你就是有马必跑 然后跑了台湾所有各个 各个大大小小赛事 你都参加过 还有国外 我们先不要讲国外 你觉得台湾到底有哪几场 你真的觉得是 一生必跑 那你觉得很棒 要去经历的 对你个人的观点 我 你说 你问我这个 我也说 每一场我都会去跑 不要啦 每一场都很好 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 每一场都跑 每一场都很好 那你 那你们的 你建议像我们 就是说 比如说你知道小鱼这种 一年可能只跑个 我跑个五六场就偷笑了 搞不好哪一年 可以多一点失场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话 应该挑哪 哪些是真的很棒 有感 像风景漂亮的话 你们就不要挑拳马 你们就挑半马 像这次你心意啊 你看 对 你这样不是跑得很 很舒服吗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又很快乐啊 对 对啊 所以你会告诉人家说 其实离港 你如果万一 没有办法 因为可能怕热的人 其实也可以去跑半马 他半马也是四小时 是 他现在是四小时 对我来讲 因为我虽然是南部人 可是我对离港 其实有一点点陌生 然后我又听说 那边的人很热情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全部人都会出动 对 就让我感觉到 好像那个心意葡萄马 也是这样 他们连那个 就是跟那个心意箱一样 他们连那个 那么每个村庄 也都是在评比的 嗯 那个也有奖金的 嗯 本节目由互帮金控 和互帮人受赞助 其实我真的对 到最后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 吕董有 吕董就是这个百姓 幕后的这个 对对对 吕董有讲过一句话说 百姓如果没有 菜种罩就散掉了 这个这个我不 这是吕董说 然后吕董可见 其实菜种 你在这个百姓的分量 然后其实你在百姓的分量 然后百姓在 全台湾的这个 这个袍游里面 也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 虽然小 但是是非常有分量 对不对 对啦 这个真的要感谢我们吕董 嗯 也要感谢我们 噗嘞啦 就是你口中的小脸 嗯 他帮对 人家明明就是漂亮女生 给他叫噗嘞 他最近身材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他越来越漂亮 对吧 我们有没有觉得他越来越漂亮 而且现在瘦下来以后 哇 大家都说他像一个model了 对啊 然后所以真的是 因为小脸也是 对就是百姓 可是我觉得都是互相 对 因为对小脸来讲 他也觉得说 幸好有你们这样一群人 然后他就是有一种 很浓烈的那种家人的那种情依的感觉 对 所以大家都相约啊 就跑到了 跑到最后不能跑 哈哈哈哈 继续跑下去 还是要继续跑下去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好 今天就是我们非常欢乐的这样子 愉快的这样子结束了 然后我们谢谢蔡总 带给我们这么多的笑声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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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跑步吧 人生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